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29分直播 1.29分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480p 标清270p 倍速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资讯 在将恶组 恶奇二宣布退出德国国家对50% 75% 100% Vibra 00274LJ 播放模式 Chromials 分辨率1920x1080 视频宽告 848x480年量50% 视频协议 HTTPSCDNAPD 11A4F2A458CFF 11CEA2105FA51715D V SMTCDNS COM下载速度 缓冠写 缓写资料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 3.4.37 2018年7月21日15.01分57秒 播放流水 2A2ABF10B59FD69B978 CD11A504E20B670201 本地日之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 观看完整版资讯 再见恶组 恶奇二宣布退出德国国家对按住画面移动 小窗 XWINDOW VDATA等于 IMJ HTTP INNOOZ GTIMG.COM NOOZAP LS 04507214431 V404800 Videosauce Type E PID R00274OJ VIP视频 资讯在进恶组 恶奇二宣布退出德国国家对 时长月129秒 腾讯体育7月23日讯 在恶奇二昨夜今晨在推特连续发表三封公开信后 今日的德国足坛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带来了很大的震动 德国足且在北京时间今晚发布声明 首先是感谢了恶奇二对于德国国家对的贡献 并进一步表示尊重他退出国家对的决定 不过德国足协特别重申 在自己的工作中绝对不存在种族歧视现象 德国足协的声明中特别强调 恶奇二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我们为此感到遗憾 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 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发生的一件事 这是与球员在球场的表现所不相干 那就是在恶奇二和京都安在与土耳其总统和银事件之后 已经为此做出了回应和解释 这一点是非常积极的 随后德国足协再次强调 德国队在一起欢庆胜利 也会一起承受势力 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团队 德国足协进一步声明 在德国眼下的各级别梯队中 有着众多拥有其他血统的移民 或者移民后裔的球员 德国足协为此 在各级别联赛中 同步开展综合性工作 目的就是要让德国足球 能够在多种族 多元文化的环境中 继续成长和延续 为此 每一名德国足球人 都需要做到在赛场内外 保持团结一致 每一名德国足球人 都需要共同遵循基本法 所规定的人权神尚不可侵犯 尊重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持有一颗包容心 以及保证公平竞在的精神 德国足协要求 每一位德国足球所培养的球员 都必须遵循上述所提及的 最基本的价值观 随后 围盗着恶契尔和金多安 他俩与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的合照事件 德国足协更是承认了 他们没能及时给予保护 导致恶契尔成为种族主义攻击的目标 为此充满了嫌疑 如果恶契尔能够继续留在德国国家队的话 德国足球将会为此感到非常高兴 不过 同样也会尊重恶契尔退出国家队的决定 德国足协感谢恶契尔 曾经为德国国家队出战的92场比赛 在此期间 他帮助德国国家队建立了一个成功的时代 尤其是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 恶契尔对于国家队的贡献 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他在德国赢了世界杯冠军的路上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德国足协明确否认了 自身与种族歧视有任何的联系 德国足协一直致力于民族融合工作 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努力和付出 正是因为所取得的成就 德国足协还获得过民族融合的相关奖项 也曾经举办过相关的活动 更为重要的是 在眼下的德国租坛 已经接纳了数以万计的移民 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 德国足协建立起了多层次的民族融合制度 这些工作 已经在很多成熟的俱乐部中间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高层代表到每天都在努力付出的基层工作人员 德国足协在民族兼融性方面 一直有着积极的作用 眼下 尽管说鄂齐尔将会退出德国国家队 德国足协对此只能感到遗憾 不过这不会改变德国足协的决心 他们在今后 还将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 继续坚持正合的工作 你去看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